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24岁王一博真实状态如何 看到对脸生徒,网友,有点意外 其实同样的话 徐峥早就在《我就是演员》的舞台上说过 面对谭剑刺在节目中的表现 徐峥激动地说 我终于看到了一个演戏演得这么好的小鲜肉 这才是偶像 这句话让谭剑刺热泪盈眶 多年的努力终于受到认可 然后是见过大场面的谭剑刺也忍不住被感动 但其实小鲜肉中演戏好的并非只有谭剑刺 王一博也是一个不可不提的存在 和谭剑刺一样 王一博也是以男团UNIQ组合成员身份正式出道 之后开启很长一段时间的爱豆生涯 他同样唱跳剧家 也偶尔涉猎影视圈 开启全面发展 只是王一博显然比谭剑刺幸运得多 作为乐华旗下的大将 他的出圈度一直不低 2019年的陈情令 更是直接将他推向顶流之位 而当年他不过21岁 小小年纪便坐上顶流之位 时隔多年也人气不衰 王一博自有他的魅力所在 从练习生到男团成员出道 再到成为一名演员 经过时光的淬炼 王一博早已成为一名综合性的艺人 他会舞蹈 会rap 还是门面搭档 不仅有才艺出众 气质也深得粉丝之心 但王一博的颜值却一直备受争议 有人独爱这种清冷俊秀的类型 有人却始终掉不到他的帅气 那么 24岁的王一博真实状态如何 是否能够匹配他的人气 看到生图 网友表示 令人意外 早年的王一博也曾是位轻松随性的少年 他曾现身现下活动被拍 当日他身穿蓝色Polo衫 外搭米色针指 生图之下光线昏暗衬的人 他也暗淡了许多 但气质摆在那 在人群中还是很突出 如今的王一博早已脱胎换骨 气质也焕然一新 在为某品牌站台时 他黑西装配白T 既时尚又富有休闲感 面对媒体的镜头 他气定神闲 一副怡然模样 凑近一看 可见他妆容精致 但却不显娘气 生图虽然有点模糊 但可以窥见他的状态相当不错 经受住了镜头的审视 单眼皮 眼线 再配上凌厉的眼神 给人的感觉酷酷的 但只有了解王一博的粉丝才知道 他就是一个又奶又酷的大男孩 在媒体的镜头之外 他抱着小猫 看上去多了几分温柔 强光打在他脸上 看上去皮肤细腻光洁 仿佛享有滤镜一般 都说王一博气质出众 他的皮肤是一大家分项 但是对脸拍的生图 有时候也会让颇为意外 王一博在拍摄《陈情令》时 蓝忘机的上妆照 曾被网友捕捉到生图 生图之下 他脸上毛孔 额头上的小痘痘清晰可见 让人深表意外 原来生图下的他长这样 其实生图能有这样的状态 皮肤已经远超过很多人了 只不过 网友看过太多了精修图 才会觉得有点意外 对于王一博的生图状态 粉丝表示 我超爱他的生图 还有人称 生图比精修还好看的波波 其实王一博出道多年 屡屡现身现下活动 和粉丝的合影也不在少数 粉丝对他的生图状态已经了然于心 虽说外形在娱乐圈不算一天 但五光和气质杂柔 再配上奶酷的性格 在粉丝心中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优秀的人值得被看到 王一博值得一个优秀来形容 如此说来人气不衰 也不就不难理解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